真的模仿我 還是你平常回家笑 和KB臉書直播 新作專家唐麗琪 身世看長 還被稱為唐國師 孩子 車子 孫子都不重要 其實你不太在乎他 行事作風敢言 唐麗琪在臉書分享 《萬生回家》作者陳宣如 捏造身分的新聞 說片子揪出來挺好 不過第二段文章 似乎嗆瞎已經過世的薇薇安 薇薇安日前撐自己到英國 考到三張國際占星證照 但卻從未公開過證照 唐麗琪在文中直接怒嗆 沒把功力秀出來 連證書都不敢給大家看 薇薇安也曾說 自己有一個交往 三年多的CEO男友 唐麗琪則說 又是連照片都沒 死都沒露臉 薇薇安說過 自己在大陸 泰國都有智產 在倫敦還買下別墅 唐麗琪文內又說 站在房子前面的照片也沒有 騙這麼大 大家都信嗎 只是這文章不到30分鐘 就立刻刪文 我的骨架跟型 就跟他比較不一樣 然後他發胖的程度看起來 就是看起來比較腫了一點 其實我瘦10公斤 其實我現在只瘦了8公斤 看起來已經比他銷售很多 兩位新作專家 可以說是死對頭 平面媒體報導 經紀人表示唐麗琪 並沒有隱設 不許多做聯想 網友留言 人都走了 心胸太狹隘了 人都過世 這樣很缺德 批評唐麗琪太刻薄 但也有人說 唐麗琪這樣的推論沒錯 兩人的餘量情節 似乎沒有隨著 薇薇安的離世而解開 記者陳真貓羅一景 台北報導 首先呢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